南方周末在周四暗示出刊 而是抗议告语断落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 曾经受所谓的南方朋友之托 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求助 游王出面联络广中省委书记胡春华 最终达成妥协 香港明报11号刊发报道说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 曾受南方朋友之托 向与他素有交情的王岐山求助 消息指称 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中 虽然王岐山并不分管文宣 但由于王曾任职广东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 与广东也算素有渊源 所以由他出面联络胡春华亲自协调 最终在省委宣传部长拓振等人参与磋商后 得出现有结果 总编黄灿去职 报纸不再有事前审查并恢复正常出版 报社裁编人员也不会受罚 拓振不会被撤职 在此之前路透社报道 南州协议的条件是 南方周末复工 取消出版前审查作为交换 主编黄灿撤职 广东省宣传部长拓振也将下台 但是为顾及面子 不会让他立即离职 而从最新消息来看 拓振安然无恙 广东作家独立中文笔会 网伟协调人也度表示 拓振即使离职也不会被降级 拓振所谓离职 应该是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 因为在官方来说 他并没有犯错误 反而是因为官方利益的坚决为负责 所以对他不可能 有那个行政的降级等等处理措施 可能为了那平时 目前的矛盾 就是调到一个另外不同部门而已 也度认为 目前高层对南州事件采取的措施 主要是避免矛盾激化 南方周末的复工 并未换取妥占的下台 而取消出版前审查的承诺 也没有履行 据金融时报1月10号报道 在最新一期的报纸当中 南方周末的社论再次被枪毙 社论说南方周末本身是改革的产物 它必须承担起为改革探路的责任 但是周四出版的报纸 没有刊登这篇社论 纽约时报报道说 南方周末周四的出版稍微延迟 一名高级编辑透露说 部分原因是因为关于内容 报社内部发生争议 报纸领导层和员工 就是否要发表一份捍卫报纸的社论 以及读者的来信声援发生分歧 领导层选择不发表社论 或者读者来信以平息危机 外媒评论说 南方周末借妥振篡改新年限制这件事 探测中央的改革诚意和底线 从妥振安然无恙的结局来看 今后的新闻自由并不乐观 野独认为 新闻自由在中国来说 是从属于执政党利益的 如果执政党一天不实行政治改革 那么在新闻自由方面 中共当局不可能做到放松 香港明报指出 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发出文件 指出这次事件 从网上走到网下 是中共十八大后和今年大陆 人大 政协 两会前的一次意识形态的较量 广东省委文件同时要求各级党委 留意南州事件的复杂化 扩大化 政治化倾向 明报同时指出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决定求稳 黄灿不再担任南方周末总编辑 但仍保留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社委等职务 广东省委宣传部 一名对外宣传办公室官员表示 目前没有接到宣传部长 妥振离职的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